中文字幕志愿者 该怎么到日本呢 而主要中心什么时候会退场 专家炮轰 难道是要假防疫拼选举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的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成 远宜大家好 以及台北新议员王世坚 远你好 大家好 好 禁电室申请执照 那么现在就传出说 中间有很多的猫腻吗 包括像是 这个爆出有高层介入护航 引发了舆论的哗然 更离谱的是 在订电室直到到手的前一周 NCC的前官员 参与了他们的内部会议 还教他们沙盘推演 怎么瞧账目 好 把裴伟领高薪 以及怎么样 蒙骗NCC 让500名进周刊的员工 可以领进电室的薪水 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 给圆过去 能够蒙骗过关 不晓得 这个是因为总统的旨意呢 还是是因为交战守则揍了下 结果果然在一周之后 禁电室真的就拿到了电视的执照 好 蔡碧如立委就痛批说呢 这件事情凸显出独立机关 已经根本就沦为是 民进党的橡皮图章了吗 那么如果说呢 没有人呢 先泄题的话 这禁电室又如何能够 针对问题来先做沙盘拖掩呢 那么如果说没有人护航的话 难道把账目瞧一瞧 就这么容易可以蒙混过关吗 而当初NCC委员就认为说 电视台不可以搞出一个狗仔台 不能走狗仔风 才要求裴伟要辞掉 董事长的不是吗 那主管机关都已经明确地 划下了红线 禁电室和裴伟却明知还顾饭吗 难道主管单位都不需要管吗 立委 其实禁电室内部的经营 出现很严重的纷争 之前新闻就闹得沸沸扬扬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会把禁电室内部 不可告人的秘密掀了出来 连录音带都曝光了 而禁电室跟禁周刊的前身就是一周刊 也就是台湾狗仔的始祖 所以对部分的NCC委员来讲 怎么能够让像这样子的经营权 有充满了高度的争议 然后它的整个的规格规模 又非常的不专业 然后顶着一个狗仔的 这样子大的一个扛棒 要来申请电视 事实上要让它过真的非常的困难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裴伟才会出此下策 走正常的管道 凭正常的本事 是不可能拿到执照的 那要怎么样呢 在现在这个年头 当然是直接从高层施压最快 看到中天这样子 就知道说找蔡英文 找苏贞昌是一定有效的 我们来看一下 裴伟录音党大爆让禁电室过关 是总统的旨意 现在内部关键音党再曝光 仅有前NCC官员会中交战 除了讨论裴伟 每个月领150万顾问费 如何从账面上戳掉外 针对上百名静周刊员工 领禁电室薪水 会中更研究该怎么隐瞒NCC 我不建议我们提供六个月给他 我们就提供11月之后就好了 11月之前的东西 本来就不是特取执照监管的范围之内 一勾仔队著称的静周刊 上百人竟然是禁电室在养 当初NCC担心 禁电室会成为充满狗仔风气的电视台 在党痛批实质操控 禁周刊和禁电室的全市狗仔头 培伟在领局 禁电室跟禁周刊 一体的两面 同一批人 禁电室跟禁周刊 在这一波的选举 扮演的就是绿营的车衣 专门就去修理 非绿军的可能当选的人物 NCC根本就没有管 因为老板要 禁电室跟禁周刊 都是在同一栋大楼 电视台三楼四楼 禁周刊 培伟的办公室是在七楼 整个禁电室的一个编采会议 他们开完会议之后 最后还是由培伟来决定说 今天的新闻的一个发布 禁电室也许就是 蔡英文御用的周遇寇 独立荧桌 我们从不干预 狗仔队出身的培伟 能护航禁电室过关 还能同时操控电视和周刊 要说背后没靠山 恐怕没人幸福 好 当时禁电室 冒出了这个经营权上面 非常严重的纷争 其实背后就是因为传出来 培伟坐领高薪 150万顾问费 而且还拿这个禁电室的 投资的钱 拿去养静周刊 这等于是在掏空 禁电室的钱 去养另外他自己的班底 静周刊 还有养活 养肥自己 所以当时才会冒出一个 这么严重的一个纷争 那么这个NCC的前官员的声音 就出现在刚刚给大家听到的录音档 那前官员谁会认识 所以那当然是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现场有听到的人讲的 不然谁知道他是哪位黄某某呢 他就在里面给大家建议现身说法 因为他非常了解NCC 告诉大家 教他们交战守则 所以他就说不用给那么乖 给他们六个月的资料 十一个月 十一月以后的东西就好了 十一月以前不用给不用给 就是在教他们怎么样对付NCC 那NCC里面的委员呢 当然有人就觉得说 这是因为他们就是狗仔的祖师爷 就是带着一个狗仔的大扛棒 所以有人就觉得 怎么可以有狗仔风气的电视台呢 NCC还设了防狗仔条款 这样子的一个上风害俗的一个 媒体界最痛恨的东西 所以就有NCC的委员反对嘛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裴伟才要走偏门啊 因为你不用靠自己的本事 靠资格去取得执照 那怎么办呢 就找政治上面 高层上面来施压 可是呢 刚刚讲到了 不但是因为NCC对狗仔有意见 而且呢 刚刚又传出来说 这个裴伟呢 他在这个静电视里面有争议的行径 所以当时裴伟还为了这个事情 请辞了静电视的动作 这样子呢 他就没有问题啦 可是呢 一个顾问呢 还是领150万 真的是很离谱啊 所以呢 他也就是呢 潜伏到地下去就对了啦 可是大家都知道 整个静电视在操作 背后呢 还是裴伟一手在掌握 那么呢 再加上为了 刚刚讲了 要走偏门嘛 对不对 要走政治这条路啊 透过蔡英文跟苏貞昌去施压指示NCC 他才有可能拿到静电视的执照 那怎么做呢 各个派系都有电视民进党 只有英系没有 所以指导黄龙找蔡英文啊 静周刊 从一周刊到静周刊 一路在重要的政治上战役上面啊 都没有少掉他们的身影啊 所以呢 一路都帮这个蔡英文啊 在打击她的政敌 于是呢 我们这个蔡碧如委员才说啊 静电视之于蔡英文 就好像周玉寇之于陈时中一样 静电视就等于是蔡英文的周玉寇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翻版啊 让这种 dirty work 由静周刊来出击啊 反正静周刊就是从头到尾啊 都在搞这种狗仔的事情啊 所以啊 她是媒体啊 她无所谓啊 那么我们看到 那她过去的丰功伟业有哪些呢 从初选开始 哇 就是死 把这个赖清德往死里打 当时还指控说在拼初选的过程当中呢 是由赖清德的台南市政府在买单耶 台南市政府出钱耶 另外啊 打赖清德背后的新潮流戏啊 就是说新潮流戏啊 都在酒店瞧事情啊 然后呢 在酒店帮赖清德操盘啊 然后呢 还讲说赖清德很迷信啊 打选战的时候还要观天象啊 好 所以呢 党内初选的蔡赖斗呢 你就可以看到 哇 真的是洋洋洒洒出了很多集啊 就我刚说的 把赖清德往死里打 这难道蔡英文不觉得窝心吗 另外 蔡英文民进党最讨厌的马英九 起码你看 出现在封面上面哦 就出现了七次 打马英九真的是不遗余力啊 好 现在选战到了 你看 蔡英文的小英男孩林志坚被打掉 那还得了 一定要帮他报一件之仇啊 当然就来打张善政 张善政的这个 有关于当年农委会承包的这个研究案 就来打张善政说他也是抄袭 然后打完了张善政之后呢 还打高鸿安 继续呢 打说高鸿安的博士论文也有问题 但这其实 每一桩的爆料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今天他们真的有问题 被你静周刊爆料之后 一招毙命 马上就把这个政治人物打掉了 那我觉得死不足惜啊 谁叫你有问题 被人家静周刊抓到 问题不是啊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正事实的根据 所以呢 高鸿安也说要去告了 那么在这一路走来 你就可以看到 在裴伟的主导之下 静周刊是怎么样 扮演了类似周玉寇的角色 去做这种泼粪啊 去打这种乌贼战啊 那就靠这个东西 去赢得蔡英文的信任 然后呢 表示他很有利用价值 对不对 他是很强的侧翼 那未来呢 有这样的一个电视台 绝对让小鹰如虎添翼 让鹰系更有靠山 用这个方式去指挥 去介入NCC 让他们可以拿到电视台 这还不臭不可闻吗 静电视正在不断被人爆料 疑似是由党政高层 介入申请执照的过程当中 丑闻爆发的同时 网友竟然发现 静电视连新闻画面都出包 竟然把外交部发言人 欧江安的头衔 误职成了外交部长 网友说真是替吴钊燮的前途默哀 而传出呢 这个静电视董事发难说 要求去撤换掉 被视为是蔡英文人马的 董座正优 不过静电视说 没有要换董座 一年已经换了五个 还好没有要换第六个 但是呢 蔡壁吾就认为说 陪伟虽然没有在静电视任职了 表面上没有挂职位了 可是呢 事实上这个静电视静周刊 就在同一座大楼当中 新闻的内容根本还是由陪伟主导 背后林陪伟只要还在 就算换任何动作 都是换汤不换药 想当初啊 蔡英文跟赖清德 要来竞争党内总统提名的时候 当时的赖清德 不就被静周刊打成了 继生台南市政府 公器私用 而请赖的立委去跟他开个会 照片也都一一在周刊上曝了光吗 马英九呢 是一连登上了七度的封面 更不用说最近张善政啦 高宏安啦 因为今年的选举 也都变成静电视在攻击的目标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 就是只要蔡英文讨厌的人就会被静周刊修理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哥 难道像蔡壁伏委员说的 静电视就是蔡英文的御用周寓寇吗 其实静周刊当初刚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专门走这种 因为不奇怪 培为领军的 所以走这种一周刊的这种偷拍八卦路线 很正常 可是问题是呢 他专注在政治这一块 而且专门拍谁 专门拍蔡英文的敌人 这个就非常奇怪 然后呢 他那时候是怎么打赖清德的 他到处跟踵赖清德 而且想然他是有内线的 所以赖清德在台北市设立办公室啊 然后他跟他几个立委与会啊 全部整个过程都不要拍得一清二楚 然后目的就是要帮助蔡英文去打赢这个初选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用力这么深 你说他没有拿到好处 或是他跟蔡英文之间没有任何牵连 我一点都不相信 因为说真的啦 对我自己本身就是这种八开杂志出身的 对我们来说 其实专打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除非政治上你能够获得利益 不然的话 说真的你去打社会 打娱乐都比较好 因为社会娱乐销路又高 然后又比较不容易得罪人 你要知道得罪权贵 一旦政权转移或是干嘛的时候 对这个媒体来讲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金周刊当初一开始就会这么做 很显然的 他知道利益在什么地方 所以后来他会一路要去成立进电视 所以这一点都不意外 他就是蔡英文养出来一个东西 那现在就是整个一直不断的录音曝光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有人良心发现吗 当然不是嘛 我跟你讲这些人都不会有良心的啦 重点就在于派系之间的利益摆不平嘛 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而已 为什么一年要换五个董事长 本来郑优优哥不知道会不会被换掉我不知道 因为很显然就是裴伟才是真正的地下董事长 之前都是要么是为了应付NCC 要么是为了应付整个社会的观感 但是时间过了他就失去效用了嘛 所以当然就要换掉啊 可是问题是其他的派系认为说 我怎么能够让你英系 单独掌握这样一个电视台 那以后我们要怎么办 特别是你能够注意到 其实这个消息是去年就开始传出来 一路炒到现在啊 那为什么到选举前夕这段时间密集的曝光 其实就趁这个机会摊牌 要求你你要么满足有利益 不然的话 那我们大家就与死网破 一起完蛋 让今天是直接执照被撤销掉 我觉得现在是到这个摊牌阶段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他们现在私底下已经在瞧了 大家在瞧 看位置如果瞧得好 那接下来就不会有什么新闻了 就相安无事了 优哥大概也继续当董事长 那如果说瞧不好的话 就有新的爆料出来 那时候到最后的结果 可能就是根本 禁电室就直接被下架 所以看起来现在正在谈判当中了 如果接下来突然下这件事情 风饼浪尽 没有新的爆料的时候 就知道已经谈妥了吗 虽然说禁电室深造 爆出有政治介入的争议 在野党呼吁NCC要撤销禁电室的执照 可是NCC却说呢 要继续来审议 它上架86台的案子 言外之意就是说 禁电室取得的执照 就好像是泼出去的水线 已经收不回来了吗 问题是如果说 这个曝光的录音档是真的 政府明明就知道 狗仔头 这个让周刊的狗仔 来全部都在领 这个电视台的薪水 还硬要让他继续取得执照 继续来养这些狗仔吗 难道只因为禁周刊 所有的封面丑闻 都是蔡英文讨厌的人 裴伟的角色 就好像是蔡英文 在媒体界的周玉寇 那就算禁电视 变成一个狗仔组成的电视台 也要力挺到底吗 好 苏贞昌今天说 NCC是一个独立机关 他从不干预 不要扭曲 刻意散布谣言 问题是 一般民众看在眼底 这个禁电视深照 怎么好像全都照着 先前露出来的 这些所谓的 绿营的剧本在走呢 现在的录音档 也印证了民众心中的疑虑 那蔡总统 苏贞昌院长 不能够拿一些证据出来 证明和陪伟 跟禁电视没关系 要怎么能够取信于老百姓呢 建哥怎么看 原因 我还是必须先从后 其实媒体 一定要靠这两项 而且只能这两项 来约制而已 一个就是媒体自律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压力 那这个社会压力 包括市场 如果是过分离谱的报导 或者过分三色星 其实我们社会不会接受的 其实社会已经进步到一个 非常有文明 也有智慧的 我们知道哪一些 是我们 need to know 而不是like to know 跟过去的时代 已经远远的不同了 那每个人 不管在各行业里面 甚至从政者 多少都会有一些缺点 那但是 这个狗仔周刊之所以盛行 就是专门去挖这一些 那以为说政治人物会害怕 所以进而就可以来做一些 要挟的动作 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好 但是这个第一点 该被拍的对象 该做错的自己要担 第二点 我们社会很成熟了 社会判断 这些名人政治人物 其实多方面多角度来看 所以狗仔越来越失去 那样子的利用价值 但是在NCC这件事情 曝光之后 其实第一点 还没办法证明说 这个是蔡总统 或者这个苏院长有介入 因为那都是裴伟 单方面的说辞 很可能是他碰轰 像这些股东 要来碰轰他的工机 讲说这个执照快过了 这也说不定 第二点 现在法务部长蔡清祥 也说要积极要来调查了 所以我想这件事 很快就会给社会一个答复 第三点 如果NCC都是照单全说 照剧本演的话 那现在这个所谓静电 是不但上线了 搞不好他还在非常前面的新闻台 还在52台也说不定 所以可见NCC里面 还是有很多 他秉持新闻专业良知的学者 他们有做了一定的刹车的功用 所以我是认为到目前为止 NCC我们期待它能够发挥影响力 当然我们社会也要发出声音 社会已经发出声音了 从市场上已经在抵制 这些狗仔八卦 他们的种种 藉由周刊或是藉由各种媒体 去散落的东西 我们社会越来越不接受 那些反制的报道 社会恳请的是希望 有一个专业干净的媒体 来为我们整体社会做服务 不过是不是最近这一切 有关于言论 可能会被政府监控 实在是太过荒腔走板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 这个前民进党的这些大佬 包括像是桃园市长的参选人 郑宝钦 台北市长参选人苏焕智等人 他们大合体一起来炮轰 说蔡英文执政之下 真的是可以看到过去党外 三大诉求之一的党政军 退出媒体 竟然大转弯变成了是政府的手 伸进了静电试验 而且还这个来施压NCC吗 没有嘴炮轰说 蔡总统现在是控制媒体 跟控制司法 控制的相当到位 元老级的前民进党人大合体 炮轰财政服打着民主旗帜 却早就走中 过去绿营党外实骑三大诉求 包含党政军退出媒体 讽刺的是对比蔡英文执政下 连静电试都被传 总统介入苏奎师 押缝制涉台 郑保亲炮轰 蔡政府可怕在这里 图流的媒体 他已经变成民进党的中央日报 甚至也我们看到静州刊 竟然是总统跟行政院长联手 让他通过 那这种事实来讲 是台湾的悲哀 难道是甚至只要掌控媒体 从赖清德到胜率 人士都能轻易霸凌 名嘴说蔡总统聪明的地方 在这里 代总统这一次执政 六年段执政 两岸什么经济弄得很差 控制媒体跟控制司法 做得非常好 很到位啊 人家知道陈水扁是怎么倒的嘛 他知道失败在哪里嘛 他记起了陈水扁的教训 他把司法跟媒体掐住了 好 今天苏焕智 郑保卿等等绿营的前辈 宣布要成立二次民主运动连线 他们痛批总统院长 把手申进了静电式的申请执照案 政府用国家预算 养网军带风向 还要修中介法来控制言论 都违背了党外诉求的 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初衷 那么其实这些党外的前辈 对静电式战这么忧心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初 赖清德和蔡英文敌对 不就是被网军 被静周刊修理得很惨吗 那么现在蔡政府啊 把媒体紧抓在手上 是不是就像刚刚听到陈慧文说的 蔡英文从阿扁身上学到了 想要不要被监督 就要好好控制媒体吗 施政哥怎么看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Rode的画面里面 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 上了多少次的这个 静周刊的封面 请问一下 它是时代周刊吗 每次上一面都是不好的事情 我听说啊 这个跟马英九比较熟 马英九 现在因为官司 你知道他早上 这个喜欢慢跑对不对 然后其他时间呢 常常跑法院 据说他这上面要花的钱超过一千 不是一千块 是一千万 这就是我觉得蔡英文总统都没有注意到说 自己有些人也会下野啊 2024 这是一点 所以刚刚辉文讲得很好啊 第一个是司法 第二个是媒体 我司法如果不控制到时候 不要说有罪无罪 这个我们不知道 只要你跑法院 我们蔡总统是娇娇女 大学开跑车 要去买书到巴黎 这种人常常跑法院 他怎么受得了啊 所以司法跟这个媒体一定要控制 尤其是媒体 刚刚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已经突破盲场 你知道蔡英文总统下野之后 目前民调最高的是谁啊 赖清德 赖清德当年跟他竞争 结果这个静电视 这个静周刊 把他打成什么样子 本来是赖清德的民调 蔡英文总统看不到他车尾 登了后来赖清德大叔啊 可是呢 我觉得蔡英文总统饮证止渴 找他当副总统 结果现在呢 他下台之后呢 包括赖清德 包括这个新潮流 可要接棒了 要接棒 蔡英文总统就 哎呦 这下子怎么办呢 这下子下来就麻烦了 据说传说人家说 曾经蔡英文总统找赖清德谈过 说哎 我下台以后 外人你给我接受好不好 结果听说 听说赖清德说 一句话 免谈 但后来听说那个时候 陈建人就入党 这个是当然 接堂向晚没有进过证实 问题是 我本来这样整赖清德的 赖清德万一选了 当了总统 你觉得蔡英文总统会好过吗 就算不好 就算不好过 然后司法如果没有控制在手上 媒体如果没有控制在手上 我到时候跟这个 现在马英九一样 一天到晚跑法院 我受得了吗 还包括我的博士的学位在内 这个就是问题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 他只好现在控制 控制言论 本来是为中介法 然后控制媒体 控制司法 这是现在他们在搞 所以现在为什么刚谈兵讲得很好 你要这样子搞我 所以我现在就先搞你 你这样搞我 我不搞你的话 你怎么跟我八个人 我们就来谈一谈吧 谈到最后 哎呦不见了 你知道吗 就算搞到最后 你说怎么证明 我们苏院长跟蔡总统 把手伸进去 很难啊 就算有这段录音 顶多是裴伟出来顶罪而已啊 对不对 顶多是裴伟 你知道他现在说 说哎呀 这个是剪接 我听你在鬼扯 因为我本身是干广播的 是不是剪接啊 我觉得要送国外鉴定 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吴敦毅的绯闻案 我们台大教授说 哎呀 这个是真的 就送到美国 好像是调查一下 说这个就是经过剪接了 经过剪接已经过了 那个高雄市长已经结束了 审完了 对 我认为说不应该在台湾 就送到我们 认为有公信的去鉴定 那很简单啊 你要证定这个录音真假 你的说话声音跟那个背景音 如果有缝 有经过剪接 那是假的嘛 可是我跟你讲 这玩意儿在选举之前 但是不会有下午 不会有结果 所以大家慢慢等吧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各国边近陆续开放 蔡总统也在脸书发文报喜 宣布10月13号国境开放 但是却有不少的网友 不买单狂酸说 那打高端的要怎么去日本啊 我打高端 我没有资格正常生活等等 旅游业者也质疑政府说 可以开卖旅游商品 可是团客出入境的指引 却一直没有公布 这订单是看得到吃不到啊 旅行团入境 每两天就要快晒一次 可是就没办法强制检查呀 那这些团客如果染疫 该怎么回报 也没有配套的措施 你要导游到底该怎么办呢 好政府没有配套 指引就急着想要开放国门 难道真的是因为疫情很稳定吗 还是是因为选举快到了 要赶快加速朝向开放的脚步走呢 立文 好政策永远是一头户水 政策永远是很混乱 这两年来好像真的没有清楚过 包括最重要的 一下子就说要我们与病毒共存 也没有任何指引啊 结果哪里是跟与病毒共存 整个飙高确诊率 然后死亡率也飙高 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呢 慢慢的要平息下来了 10月13号终于说要国境解封了 然后呢就说了这个面对疫情的战役啊 台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了 可是呢就被各界轰说 只有一句口号说要解封 这真的很简单耶 你也太轻松了吧 一句解封然后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这个太多大大小小的细节 碰到的所有的问题 所有人都骂翻了 旅游业者就说啊 观光局说很好啊 现在可以上架来 又可以销售旅游产品了 问题是看得到吃不到 这中间就有人预估说 会有六个月的空窗期跟转型期啊 所以其实旅游业者 饭店业者都在刷在等 因为他本来是防疫旅馆嘛 那他现在要怎么转型呢 完全不知道就是怎么样的 就是随便你 通常都是民众自主管理啊 那业者就说啦 旅行团入境就举这个例子好了 叫我们每两天要塞一次啦 那你这不是找麻烦吗 可是你根本没有强势力去检查 你要让大家每两天塞一次 那另外也有业者讲说 那如果来的外国观光科 确诊了怎么办啊 到底是要去跟谁通报啊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就说好 你叫我们两天塞一次 如果塞一次真的确诊了 以后怎么办呢 不晓得 那当然有更多的网友 大家都想去日本啊 那打了三级高端怎么去日本呢 打了高端也没有资格正常生活嘛 因为现在宣布说正常生活到了嘛 所以呢 开放国门到底是疫情稳定了 还是选战快到了 因为不是说现在疫情又上来了吗 每年的确诊数又开始飙高了吗 所以搞得老百姓真的是乌煞煞 其实真的是没有科学的根据可言 一切都是政治判断 政治决定嘛 好啦 但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疫情是有法律规定的 是因为它是法定的传染病很严重啊 所以我们才要成立指挥中心啊 对不对 才会给指挥官很大很大的权力啊 那你现在疫情不是已经与病毒共存了吗 要正常生活了吗 第一件事情指挥中心就应该要退场啊 它就不该是法定的传染病了嘛 为什么指挥中心不但要存在 明年还编更多的预算呢 难道到明年疫情还会爆发吗 苏贞昌就说 我们要继续观察疫情的变化 指挥中心还有责任在身啊 到底是防疫的责任还是浮选的责任呢 还说防疫规范啊 打疫苗啊 都要配合规范来进行 反正呢 指挥中心呢 就是不取消 那部长呢 虽越人有说 指挥中心很多事情要做啊 不可能这么快退场 这不是这是一个法律规定的问题吗 那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就是你卫福部的责任啊 不是指挥中心的责任啊 为什么指挥中心一定要设立呢 因为这中间就有 指挥中心太好用了 指挥中心有非常多的特权啊 然后秋淑提就说啦 防疫物资的调度 跨部会的协调 这才是指挥中心的任务 结果现在已经化掉七一的公堂啊 除了撒钱假防疫之民拼选举之外 真正该做的防疫工作 什么都没有做好啊 好 所以呢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嘛 那赖世保就说了 诶 指挥中心明年还编了六百多亿的预算耶 指挥中心不肯解散 就是为了抓住权力嘛 六百多亿耶 很多部会 还不一定有这么多钱耶 那你拿这个钱来 哇 太好用了 而且明年是总统大选耶 所以啊 舍不得把指挥中心解散嘛 重点是说 明年还有几百亿的预算耶 所以明年指挥中心还要一直 怎么样 一直成立到总统选举完 结束才肯退偿吗 那我们去不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笑话啦 全世界的国家都已经早就 你看人家美国都已经宣布没有疫情了 然后台湾还有指挥中心 还编那么多的预算 真的是太离谱了 既然政府都已经说啊 这个疫情趋缓要开放国门了 甚至还说下阶段要讨论 是不是解除口罩令了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 那指挥中心是不是也应该退场了呢 结果没有想到就听到了 苏贞昌跟薛元都说 没有没有 指挥中心还有任务没结束耶 啊不是还要打疫苗吗 等等 往往就炮轰说 那你是要等到清零才解散吗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陈时中去选举之后 王毕审好几次帮陈时中护航 让指挥中心的角色 已经是备受质疑了 如果只是为了观测疫情 为了要打个疫苗 指挥中心就要存在 难道以前都没有法定传染病 要监测 都没有人要打疫苗吗 你卫福部要做什么呢 好先前在野党就质疑说 明年的防疫预算 暴增超过300%耶 那么邱淑提也说了 这个调度这个防疫物资 就花了7亿的公帕 质疑根本是大撒币 假防疫之民来拼选举吗 如果都要民众自主应变 那指挥中心留着到底做什么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兵哥 难道真的是因为 指挥中心满手都是防疫预算吗 所以接下来又可以逃避监督 在选举之前 应该是没有机会看到他退场了 指挥中心可不只是防疫预算而已 我们中华民国的制度 本来其实已经够畸形了 因为我们的总统既不用背询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监督的机制 基本上除非他没有办法连任 或是他卸任 不然的话没有任何人能够拿他怎么办 那可是防疫指挥中心比总统还厉害 因为防疫指挥中心可以做什么事情 完全黑箱都不用告诉你 只要他认为这有防疫需求 他就可以这样去做 而且完全不用解释 然后任何人质疑就是居心剖射 就是没有台湾价值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他攻击你干嘛干嘛 你看到现在我们知道疫苗多少钱吗 没有人知道 你怎么签的没有人知道 然后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事 没有人知道 全部都他们决定 他们说了算 所以有这么好用的东西 哪个政治人物愿意放弃啊 对不对 而且更何况 大选真正的大选又快要到 所以当然要抓在手上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用尽各种方法 就告诉你说 还要买疫苗啦 还要调度防疫物资啦 讲得好像台湾过去 没有人打疫苗一样 这奇怪了 我们不是每年都在打流感疫苗吗 大家每年都在买啊 奇怪了 那为什么过去不用成立防疫指挥中心 每年都有疫情 你以为只有新冠肺炎就要疫情 所以这根本就是鬼扯嘛 如果真的照你所说 疫情已经开始比较到最后关头了 那就可以解散算啊 实际上我认为 当陈时中宣布去参选那一天 就已经可以解散防疫指挥中心了 请问一下王碧盛上台之后 到现在做了什么 除了打敌赛之外讲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要这个防疫指挥中心存在最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配合选举嘛 就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接下来哦 他们其实所谓的零加息啊 开放国门啊 这些都不是防疫考量 并不是因为疫情比较轻的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每天还是四万多人 很一眼 那你如果搞个零加息 我觉得那个七根本是废物 那种自主管理 什么叫自主管理 就是自由新政啊 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就这样去做啊 这怎么可能控制 我觉得那个七根本是废话 那现在为什么不开放口罩 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法宝 要等着选群急迫的时候用 我觉得可能到十一月会开放 那个时候哇 年轻人一下被解放好开心哦 你会觉得民进党还是做得不错 到时候我就投给他了 其实这 我们整个防疫其实都是选战的工具 请大家记得 苏貞昌已经很明白告诉过你 这叫打赢防疫的选战 从头都有就是这样 防疫就是一场选战 而不是真正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所以如果你以为民进党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 那你就真的被骗了 那我认为防疫指挥中心搞不好 连这次选完都不会结束 他会一路给你弄到明年 反正随时都有借口可以讲 因为这个疫情也不会这么快消失 所以只要有这个法宝能够利用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 这就是真正的民进党 所以接下来哪一天 突然下可以拿掉口罩的时候 按照兵哥的逻辑 很可能就是又进入到 某一个选战的节奏点上了吗 不过呢 陈时中人设崩坏 最近选情又被周玉寇拖累 网路上流出了一段影片 他到台大去演讲 就跟学生说午安 就没有想到现场一片静默 他只好很尴尬地笑说 怎么没有人回我午安呢 这个时候学生才有人开启 有一点反应 但是陈时中说没有关系 虽然说遇到乱流 但是终究会拨云戒日 但是柯文哲就算他说太慢了 因为云都是陈时中自己带来的 柯文哲这样说 原因就是因为 支持陈时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这句话引起大家的共鸣 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 周玉寇跟陈时中之间关系 真的很好嘛 那么现在又爆出府院 介入媒体 也引起了民众的反感 所以陈时中他现在好像 想要靠改变一下人设 或是政府大撒币 来拉台选情 可是民众真的会买单吗 施诚哥 你知道刚刚寒冰 讲到指挥中心的问题 今天赖湘宁就问薛瑞源 说指挥中心要到什么时候 他说这个条例还有效 所以我们赖湘宁 那是会到明年6月30号 那个条例可能到明年6月30号结束 他说是的 后来他刚刚我才知道 原来有这么多钱 当然要留着 他就是真的就是为了选举考量 陈时中打的如意算盘是 第一个我不选桃园 我知道有人要他去选桃园 他不选就是不选 第二个呢 等我要选宣布参选的时候 你看我在这个防疫指纹中心 每天开记者会 哎呀你看每天我那个曝光度 几乎百分之百 希望透过这个曝光度 然后我下来之后疫情已经趋缓了 他们也想到疫情 所谓的趋缓就是选举考量 你知道那些零加七进来 万一他们带着那些什么BA 多少的进来 你知道会造成大流行 谁要负责任 我们要负责任 他们大官不用负责任 那这个都是为了选举考量 哎呀开放了没事的干嘛的 我们每天还有很多人死掉 每天还是很多人确诊 我们的死亡率 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们跟上海一样的人数 我们死亡的人口是上海的十倍啊 这就是防疫成功 然后陈时中管你去死的 老子就要出来选台北市长 这是他的坚持 所谓的人设 我跟你讲他现在 我认为有点谦虚到有点令人作恶 有人说哎呀 哎呀有人说你 你说那个讲话没有口德 你说人家key down啊 他说对不起哦 这样我表示歉意 我请问一下key down 有什么好表示歉意的 我觉得这种政治的攻防 这就有点over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你就故意要装到 哎呀我自己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怎么样 这就是陈时中啊 他现在要抓住年轻人的心 要抓住台北市民的心 他就这个overreactive 就是就演得太离谱了 这就是他的人设啊 他没有自我啊 他自我就是你需要什么 我就演什么给你看 这就是陈时中 你不觉得很糟糕 以后是台北市长的话 你看得到真正市长的样貌吗 绝对看不到 好不过呢 拖累了陈时中选情的周玉寇 最近暂时在这个媒体 荧光幕前消失 不过NCC表示啊 收到了不少针对周玉寇的投诉 已经有123件了 民众也质疑呢 对周玉寇去年的旧案 开罚40万啊 是太慢了 因为已经隔了9个多月了 但是主管机关说 我们没有拖延啊 是因为这个陈情的内容不太清楚 需要民众来补件 可是啦 先前啊 皇家牛肉面事件开始啊 不少人就开始质疑说 其实是不是有测意 专门在当专业的检举人啊 不然他为什么检举中天都很专业 都不用补件 都可以马上速审速决 可是啊 对周玉寇的申诉都不专业 还要补件 要找大家慢慢的 一件一件的来补 才有办法继续审案吗 郭正亮就披露啊 说其实周玉寇的法律诉讼策略 就是要拖到选举完之后才处理吗 可是政府的介入痕迹 如果越深 难道不怕民众反而会越反感吗 事件医院怎么看 远宇 我觉得周玉寇的事件 其实社会已经做出定论 因为周玉寇的种种的言行 它是逾越了我们社会设的这一条底线 就是人性的底线 那不应该去挑战善良 去挑战慈悲 去挑战人性的底线 所以我觉得社会的裁决 远比其他所有裁决都重要多了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 我们每一样法律的判决 都必须有经过法定的程序 所以确实在这一个部分 比方说如果他言行逾越的部分 是要罚款 或者是要再做其他什么处分 那都一定要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这一点我想认谁都没办法来影响 那至于说过去中天 如果觉得受到的这个委屈 当然这就另按别的方式去申诉 但我在想NCC到目前为止 确实它是根据已经有的检举来做处理 虽然处理的这个速度是慢的 但是我们社会走在NCC的裁定之前 社会已经做了判决 那这个社会判决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那至于说对选举会不会影响 我是觉得还有五十几天 其实陈时中赶快恢复 他原来他既有的人设 他的人设就是EQ高 就是他后到 他也不敢去质疑说媒体的邀访 他也不敢去拒绝 这个就是他基本的人设 他应该发挥他自己本身原有的人设 那不要去随着他们团队一些想法点子 自己应该要做判断 做好的这些点子要来加强你的曝光的部分 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恢复自己的人设做自己最重要 当然我们社会也会给NCC压力 希望他同样的标准 过去怎么样处理其他电视台 现在就应该同样的标准来处理 我们社会会盯住这一点 但是要他说一时半刻 一个礼拜内 你看周一寇事件发生到现在 不到十天嘛 一个礼拜而已 所以要一时半刻 要NCC做出怎么样的裁定 确实是困难 但是NCC也不能拖 因为我们社会在盯着这个事 而且社会的判决已经出来了 社会的判决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而这个社会判决是对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从周一或江一到 今天是深造传出的高层介入 让不少人都质疑 蔡政府真的有做到 党政军退出媒体吗 那么昨天民进党的中常会 邀请了黑熊学院的创办人 沈柏阳来报告 结果蔡英文在这个会中又提到 有人跟她反映说 教官为什么要退出校园呢 哇 此话一出啊 大家都说晕倒 结果呢赶快这个柯建民就跳出来提醒总统说 好 党政军退出媒体校园 是台湾民主的重要课题 这是不可能逆回来的 苏小会也说呢 不是教官不要退出 如果呢这个主席认为啊 教官可以教学生军事教育的话 那我们就要有另外一个制衡的人 在学校扮演这个角色嘛 又有专人来处理这个事情就好了 好 沈柏阳就立刻接话 好 我们有一个计划 要把教官啊重新找回来 在这个黑熊学院里面 担任我们的总指教师啊 那么这个黑熊学院呢 是不是应该由内政部来负责呢 好 所以呢这个蔡英文就当场才是说 我们要请行政院跟内政部沟通 国防部的工作已经很忙了 因此啊这个就由内政部 来负责这个专案好了 好了 所以黑熊学院现在要成真了 而且要进入学校了耶 所以教官出校彻翼入校吗 很多人就说难道这是要养党卫军吗 兵哥怎么看 其实昨天很多人马上就联系我 因为本来为了因应这个教官退出校 其实国家已经弄了一个 国防教育事后学分班 那个目的就是当教官离开校园之后 由这些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然后也经过相关的教育 然后他们能够进入学校 替代教官这个位置 结果蔡英文总统这话一讲出来之后 很多人吓出一声冷汗 你是这样告诉我说 我们过去花了十几万 然后学了这么多东西都白学了吗 那现在更恐怖 居然是要用黑熊学院来代替这个东西 黑熊学院是民间单位 然后会内政部管辖 请问一下 内政部什么时候可以管军事训练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跟什么 而且我想请教一下 一个跟国防部有关 跟内政部有关的东西 为什么是在民进党中常会讲这件事情 这简直莫名其妙到极点 胡说八道 而且最可笑的就是 你们的党主席蔡英文 你不知道教官退出家园 是你民进党在野的时候的核心价值吗 所以搞了个半天 你是一个完全不熟民进党的民进党党主席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整个就乱来 第一个 这根本就不是民进党中常会可以讨论的事情 这是国家的重大政策 这个要在行政院 要在正式的国家的场合去讨论 怎么会在民进党中常会讨论 然后 黑熊学院怎么可以纳入内政部 内政部要列管黑熊学院是真的 因为不知道这个黑熊学院在乱搞什么鬼 搞不好他们犯法 就像以前那个台湾民政府那样 乱搞不好是一群诈骗集团 那可能要把他抓起来 那要列管 但是不是由内政部负责 内政部要对他负什么责 他民间公司 而且我怎么看的话 他都很像诈骗集团 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乱来一通 蔡英文真的是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大草包 黑熊学院你还记得吗 就是之前这个曹新城还说要捐钱 要训练一些神枪手等等 问题是这国防事务依照宪法来讲 本来就应该归国防部来管辖了不是吗 难道总统一句话 要改成内政部管 就变成内政部来管吗 而且黑熊学院只是一个民间机构 内政部成立一个专载单位来协助他 做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全民国防吗 难道国防可以委外承包吗 士诚哥 以色列全民国防 请问他们有黑熊部队吗 没有啊 我跟你讲 韩冰是军事的大专家 你知道吗 我们现代的军事 人最后是清理战场占领 没有人一大早就找人去什么神枪手 几万人去神枪手 人家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要动武的话 就几颗飞弹就结束了 你还三百万 我请问三百万人去哪里啊 现在年轻人才多少人而已 你去哪里弄三百万人 这不是好笑 这边国际笑话 真的我觉得就跟柯P讲 这很像义和团 以前义和团 我们历史老师说 义和团以前多可怜 这个好像一轻功一跳起来 然后那个八国邻居又射下来一个 一跳起来就射下来 跟射飞鸟一样 当然我们不至于这个样子 可是我说 我们一个国家的国防 竟然是这样子的乱七八糟 胡说八道 还在民党中常会讨论这个事情 你觉得人家会觉得 我们国防很优斗吗 很厉害吗 我们就是一直买 然后一直自己搞飞弹 然后一直买美国的东西 美国就是台湾type 所谓台湾type 就是为了台湾而射的 这样的一个武器 然后还要给我们来60亿免费 60亿免费 后面的维修保养 是三倍以上的这个60亿美金 我们现在就这种状态 处于那种想象战争 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决胜的一些手段 事实上这个都是国际笑话 这都是国际笑话 没有这种事情 什么玩意儿 然后那么还 我就不要讲说 刚刚寒冰讲那个 到底归谁管这个问题的 光要什么黑熊神射手 光曹熹成讲这个话 就是笑话 我们还要讨论说 这个战争以后要归谁管 以后要怎么做 干嘛的 这是笑话中的笑话 各位好朋友 我们最好的武器什么 就是不要跟对岸剑拔弩张 这是最好的武器啊 我们说什么 要全民国防要干嘛 那都是 我跟你讲 要跟对岸比人 比武器 比数量 都不是比不过 是差很多 真的要搞到这样子最后 我跟你讲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对岸的不小心 不说是不小心 飞弹掉在台湾 台湾的附近的沿岸 台湾马上 股汇市无量下跌 好给人家照料料 还打个鬼 鬼站 我觉得这东西 不要想象太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外美金融时报报导说 巴拉圭总统要求 台湾要投资300亿 还说跟台湾合作 要有实在的好处 才能够对抗大陆的诱惑 外交部澄清说 没有交换条件 但是如果说 外交部认为 金融时报报导 是个假新闻的话 那还不赶快去抗议吗 而且那这300亿元 还要给吗 世间议员 原理金融时报报导 当然是真的 但是这一位总统 贝尼特斯 其实他有一些特质 但是他在这一篇声明里面 其实他有承论了两点 他是好意说 第一点 他希望台湾 借由投资巴拉圭 因为巴拉圭的投资环境 很好可以进入南美市场 第二点 他承诺在他任内 绝对不会让台湾 跟巴拉圭的邦交生变 而且刚好他在十天前 他还在联合国发言 帮我们台湾讲话 而且他现在 过去他担任过 他们中南美 南方共同市场的 轮支主席 所以难免他会在 農职这方面 要吸引鼓励大家 在国资上面 多做一些表述 可是我们台湾 从政府到民间 我们彻底都反对金钱外交 如果是无意义的金钱外交 我们是不愿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